透过水路法会也希望能够利益十方法界一切众生 水路法会可以让佛地只尽得修业 并建拔报恩历代祖先与冤亲债主 我们华会是从国立的3月3号到3月10号 也就是元宵节的隔天 就是我们华会8天7月的开始到结束 当然华会我们希望把它当作是一个佛教徒的尽得修业 借此机会来建拔报恩我们的历代祖先 甚至累积冤亲债主 法庆众生等等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八天7月当中成为一个信仰的嘉宁华会 为什么并不是看热闹 而是国际间还有很多人认同ACC 心学极品理念的佛教徒 那么就借着这机会 我们也以这个有盆赐远方来不亦乐福的 为人主的心态来迎宾 那么跟着他们在八天7月里面 有百声轻重 大家在这个地方集体创作 当然能够全程走完 那是最圆满的 不行就好比说我们受持五戒一样 受持五戒这个是圆满满分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 你说是三戒四戒少分戒 总比你不受戒来得好吧 所以也是同样的这个角度看法 如果能够全程的 当然我们很赞叹欢喜 如果不行的 哪怕你利用六日来观摩来礼拜 水路法会大多是八天七夜的时间 若能全程参与是非常难能可贵 但因为现代社会工商繁忙 信仲若能利用假日前程礼拜 也是值得赞叹 十方新闻黄慧如检御林高雄采访报导